你會贏爆什麼什麼的 到英超開的時候就贏爆什麼的 你真的要贏才行 那些人才肯Pay Per View 相傳在這一行都這麼多年 其實我也十年了 罵又被人罵過 讚又被人讚過 在這一行這麼多年 被人讚過 整天都一定中的 大哥 自己不用做 所以我們今天上台做 代表不是經常中 中的機會率很高 在2006年 我記得教授和鵬仔經常在這裏 油菜 這個還真是 我們現在的球賽都是奶油珠 你說什麼? 聽什麼叫油菜? 他們不知道 油菜的時候 因為我們真的很喜歡賭 在世界本期間 我們一直抵手地在賭 教授都撞了 買什麼好 這場買個藥球勢 通常我們收到公司去喝茶 通常說實話 那期的世界盃 好多都中 大家開心 即是你們即場中 即場中 總之超超早的早茶實實 粉質 來到MyRadio 究竟我們四個搞什麼 你猜不到 你當然猜不到 因為我們今晚開你波 開波 當然要在賭物裏 找一些好的賠率 除了開波之餘 最重要是開飯 對了 這所謂買波 不看盤 肯定你缺驗款 沒錯 盤神 幫大家贏錢 又有得看波之餘 最重要是 開心 我們會帶很多娛樂元素給大家 總之今晚開你波 Hello 大家好 MyRadio十周年台慶節目 今晚開你波 6月17日開始 逢星期二、星期五 晚上九點至九點半 請大家記得要收看 還有 一定要月費支持 多謝你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的6月26日 《毓民劈爆》第1887集 今天是26日 距離七一 還有四天的時間 最新的消息是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會星期四來香港 在香港逗留三天 當然要出席香港 所謂回歸二十周年的慶典 所以最近這段時間 如果在香港搞過社運 或者上街有示威過 是吧 你就不要去澳門 是吧 因為一定不讓你入境 我告訴你 先提醒各位 要溫慶提示 不要讓我去到 被人趕回頭 就好沒有印 尤其是那些 經常走出來舉手舉腳 最近在金子晶 鋪快黑布上去 搞搞行為藝術的 這班人民力量社民 連香港眾志 沒有一個人去澳門 我告訴你 因為這些就是現在 所謂香港 回歸二十周年 北大人的大哥大要來香港 澳門香港都是 嚴陣以待 最近這段時間 大陸的所謂情治人員 中國的特務 在香港很多 周佳健也看到 不過你不知道她是 當然了 二十年 對於中國政府來說 當然是很重要 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來說 也很重要 林鄭月娥 在所謂香港主權移交 中性的說法 愛國愛港那些 就是香港回歸二十周年 我們這些人 就叫香港淪陷二十周年 總之無論哪種說法也好 二十年 都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日子 對林鄭月娥 這位後任行政長官來說 再過幾天 她就正式成為 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五屆行政長官 第五屆政府 又是習近平來香港 她當然是 慰到沒有人有 最近她接受英國BBC的訪問 大家不妨上網找回這個訪問來看 真是多好看 她很清楚地告訴主持人 她不可以保證 你將來主張港獨 會否送你入監獄 主持人問得很直接 這是言論自由的層次 如果有人在香港 主張香港獨立的話 你會否送她去坐牢 她說她不可以保證 但又說二十三條未能立法 國家安全立法很重要 但又未能立法 其中有一個說法 她不是中央政府的傀儡 她不會做傀儡 亦不想做傀儡 想與不想 或者做與不做 便不是主觀願望 客觀的形勢 只要共產黨對香港的干預 沒有停止 而且繼續加劇 便不到你不做傀儡 你必然是一個傀儡 很簡單 你那777票是哪來的 你怎會不是傀儡 你現在所謂新政府裏面的人士 這些主要官員 都不是你自己可以作主 那些廢柴要接收 你自己想要她加入政府的所謂人才 有些不肯來 有些開了名單 還未拿到北京 中聯辦都過不了 你不是傀儡 請問 當然你可以抗拒另一個人 還有四天 射任的梁匪振英 他會在背後指手畫腳 他便真的想做太上王 你說你不是傀儡 但梁振英一定想做太上王 還有 他一定會參與所謂大灣區 連結幾個城市的大灣區 他做大灣區的頭 他便會騎著你林鄭月娥 又是政協副主席 又是大灣區的頭 當然是恨到發燒 現在在轉型 要做大灣區的頭 如果這個大灣區計劃 這個大灣區這麼多城市 加上她是一頭 他一定是你林鄭月娥的太上王 這是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這個強積金 即是對沖計劃 一直以來 勞工界希望能夠脫勾 但工商界堅持 其實爭辯了很久 就算是梁振英政府 雖然他選的時候 開了那張空投資票 他現在最後來對演 他不是玩你林鄭月娥 是玩甚麼 商界當然是生氣的 尤其是老實說 這個強積金的對沖計劃 對那些中小企業的影響是最大的 甚至乎一部分的勞工界 都是支持這個對沖計劃 但所有工會都是反對 我本人也是反對這個強積金對沖 因為我根本連強積金也強烈反對 過去我立法會有相關的議題 我自己的意見已經說得很清楚 大家上網都可以找到 為何你還有一個月都不夠 匆匆地在行會 硬要通過強積金對沖計劃 要取消 你擺明是玩事 他就要陷你林鄭月娥的不義 所以他一定要做太上皇 你便說你不想做傀儡 這是主觀願望 但整個客觀環境就是這樣 對香港人來說很嚴重 7月1日後未來的五年 梁振英陰雲不散 林鄭月娥舉步為奸 但林鄭月娥套用這個斜 北方人所說 不是神佑得登 她也不是善男信女 如果將來出現的 未來這幾年就是林鄭月娥 林鄭月娥的梁匪 然後受害的是香港人 所以大家都自己收拾 四個字自求多福 為支持三個好男人演唱會 MyRadio的聽眾 用厭繁購買MyRadio以下產品 可獲得演唱會門券 第一 矯父七月節目月費金額最多的十位網友 可獲門券一張作為月費專項 二 購買MyRadio十周年聯歡晚會席券 四千五百六十元 一直可獲門券一張 一萬八千元一席 可以獲得門券兩張 第三 購買MyRadio十周年台慶金牌 可獲門券一張 MyRadio更有480元演唱會門券代售 詳情可以打來24673088 請網友全力支持龍威舞演唱會